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脚打门还是被苏博扬将球封出 这脚打门力道十足 但就是无法打开进球的账户 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两支球队的比分依旧是0比0 孙雅雷斯组织的进攻 中拳附近送出一记挑船 耶拉维奇 法球区里打门 球进了 1比0 本赛季十八次出场 十一力进球 这个效率也是比较高的得分率 下半场开场不到一分钟 贵州队就取得了领先 算了一次的传球正好给到了上岗的空档上 贵州队这边攻势不检 卡斯罗传球 投球攻门 又是来自耶拉维奇的投球 距离进球只差那么一点点 这次投球让上岗队的防线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负欢右路的传中球 一脚远射吕文君 比分搬平了 本赛季的第四球 吕文君无人盯防 第一脚尽管没有挺好 但是后面跟上的一记抽射 世界波搬平了比分 苏伯扬面对这脚打门 只能是目送皮球入网 霍尔克直接任一球攻门 苏伯扬球扑了一下打在门框上 后面负欢的这脚射门 也是放了高射炮将球打飞 没有能为球队换来进球 这脚打门之前的任意球力道十足 苏伯扬扑完第一下之后 已经失去了对于球门的控制 贵州队这边的进攻比赛 已经来到了卫生阶段 一脚远射2比1 2比1 王帆绝杀进球 本赛季他的第一力进球 速度不快 但是角度刁钻 严峻林奋力扑救 但是还是鞭长莫及 巴斯要为他轻视对手付出代价 这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绝杀 这样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裁判吹响了结束上 贵州志诚在主场2比1 击败了来访的上海上岗 曼萨诺带领的这支 以保级为目标的球队 已经取得了五连胜 击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